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每年到了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的时节 黄土高原上到处显现着萧瑟的景象 这时的湖口瀑布会呈现出另外一番别样的景致 在奔涌的瀑布两边 沿壁上结满了晶莹的冰卦 这样规律齐绝的自然景观 每年都在黄河湖口出现 很多人都对湖口瀑布冬日的冰卦感到十分好奇 因为在黄河数千千米的干流之中 只有湖口瀑布在冬季能够形成如此壮观的冰卦奇观 为了揭开这奇异景象的形成规律 地理中国摄制组来到了湖口瀑布 抵达湖口之后 记者发现 冬日的黄河水虽然没有了夏季里泥沙巨下浑浊不清的水色 但是瀑布的跌水仍然形成了咆哮的水花和蒸腾的水布 宛如一层悬挂在半空中的白色木墙 在形成瀑布的岩石斗坎边缘 倒掛着一根根巨大的冰柱 形成了一片片壮观的冰卦群 此时 很多游客正在不断地捕捉着这罕见的冰水飞附体观 远处有那么美丽的冰林 让这个湖口瀑布就像一副美丽壮观的中国的画卷一样 摄影爱好者们告诉记者 在黄河的其他河段又会呈现出怎样的地理面貌呢 于是 摄影组开始从湖口瀑布出发逆流而上观察黄河的水纹状况 来到距离湖口瀑布以北五十千米的河岸边 记者看到 这里的河面与湖口一样也未冻结 只在河岸边结了一层冰 在湖口上游的河道中 果然没有冰卦的踪影 那么 在湖口瀑布的下游 远离瀑布的河段中 又会不会出现冰卦呢 设置组驱车来到了距离湖口瀑布十千米的下游河段 这里同样没有倒悬的冰卦 为什么冰卦奇观只出现在汹涌澎湃的湖口瀑布附近 又为什么越靠近瀑布 冰卦越密集呢 这时 记者巧遇了一个提着水桶的老乡 老乡来这里的目的并不是打水 而是到河边收集悬挂在岩石下的小型冰卦 记者发现 老乡用的水桶有些特别 水桶的上方有一个圆孔 刚好可以把冰柱塞进桶内 当冰卦塞满水桶后 记者经不住上前询问起采集冰卦的原委 老乡告诉我们 把冰卦拖回家里 在当地被称作飞冰 飞冰回家就是为了博得来年裁员滚滚的彩头 老乡邀请我们跟他回家 去看看他采集的冰卦究竟能做什么 刚到村考 孩子们立刻围了上来 他们迫不及待地品尝着爷爷带回来的天然冰卦 过不上玩耍的孩童 张老汉将原本盛满冰卦的水桶运回家中 今晚 一家人将靠这些水做饭欺茶 这些采自黄河的甘露 是当地村民每年冬天弥足珍贵的饮用水源 原来 冰卦不仅仅被看作财富的象征 更是当地百姓离不开的饮用水资源 然而 面对着临次制比的冰卦 张国宝老人却隐隐感到了些许担忧 他告诉我们 此时 瀑布边的冰卦大小 预示着湖口一带很可能会遇上某种自然灾害 这个水也不大 冰也不好 这个几十年都不遇见这个情况 张老汉说 在湖口一带流传着一句俗语 小雪凝流 大雪风河 这句话的意思是 每年到了小雪和大雪节气的时候 湖口一带黄河的河面会被冰林完全封住 然而 此时已经大雪节气 但是瀑布上的冰卦远远未能达到凝流风河的程度 而这样的冰情往往预示着 第二年 庄稼会因为干旱而减产 严重时 很可能整个村子颗粒无收 冰要是放到咱们那个烧上面 这个天年就好 放不到烧上面那个天年不好 雨水烧一些 湖口瀑布冬季的冰卦多少 竟然能预测降水趋势 这让摄制组感到十分惊讶 那么 冰卦是否真的少于往年呢 当地群众为记者提供了一段往年拍摄的视频资料 这段资料拍摄于2012年 那时 湖口瀑布的冰卦层的确比此时高出不少 尤其是河岸两旁 几乎都被厚厚的冰层所覆盖 两边的冰卦一直向瀑布中心延伸 最终合并到一起 形成了当地百姓所谓的冰铺河桥现象 滔滔黄河水从冰桥下穿过 不断冲下大大小小的冰块 形成了这一代的灵讯 张老汉说 一旦出现了这种冰铺河桥现象 那么 冰临倒悬的美景就将不复存在 那么 像这样的冰情又与粮食产量究竟有着多大的关系呢 为了解开这一系列疑问的秘密 山西省区域地质调查队的专家来到了湖口 对这里的水文地质情况展开了科学考察 徐昭雷 山西省区域地质调查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在山西省从事地质科考工作数十年 徐昭雷告诉我们 在数千千米的黄河中下游主河道上 只有这一个地方形成了如此波澜壮阔的大型瀑布 专家说 黄河在流经黄土高原时 向下切割出了近六百千米的进陕大峡谷 而在山西省极县与陕西省宜川县交界的地方 黄河水继续下切 在河底又切割出了一道三十至五十米宽的深槽 大量河水瞬间涌入这个深槽 就形成了波浪翻滚 倒旋轻柱 气象万千的湖口户部 老乡告诉考察队 湖口地区的冰卦是当地百姓冬季最好的饮用水源 但这些冰卦究竟因何而生 却没人能够说得清楚 徐昭雷说 要想得出冰卦与来年收成关系的科学结论 首先就必须搞清这些冰卦的成因 这时有人推测 这些冰卦极有可能是瀑布飞溅的水物 在岩石表面冻结而成 于是考察队找来两块岩石 放置在河岸上进行试验 我们办了两块石头 现在都是干的 一块是灰紫色的泥盐 一块是灰绿色的粉沙岩 看正常块石头 接受瀑布冲下来的雾气以后 能不能形成冰卦 在专家的建议下 队员们将石头放置在冰卦群上方的河岸上 开始守候观察 然而第二天天亮后 考察组却发现 经过了一夜的冰冻 事先放置的石头仅仅是面向瀑布的一侧结上了一层冰 这层冰虽然晶莹剔透 但是却厚度均匀 并不是垂旋而下的冰卦 所以这面武器不能直接变成冰卦 只能形成人眼神表面 形成人勃勃的伤 冰伤 专家说 如果我们不搞清冰卦的成因 就很难说清 他们究竟与来年的气候 有着怎样的关系 正在此时 附近的村民告诉考察队 在湖口瀑布以东 十千米外的山谷 巨人谷里 还有一条黄河支流 清水河形成的瀑布 那条瀑布虽然规模不大 但是周围也结满了冰卦 也许到了那里 能够给我们的科考 带来某种启发 于是 在专家的带领下 考察队整装待发 前往巨人谷 展开新的探索 在穿越了茂密的野生荆棘丛后 一条未曾封冻的小河 出现在大家眼前 向导告诉我们 这静静流淌的水流 就是黄河的支流 清水河 在溪流的上游 岩壁出现了 村民所说的兵卦群 考察队继续向河流上游走去 只见越来越多的冰卦 出现在岩壁之上 在山谷尽头 一条飞泻而下的瀑布 赫然出现在考察队眼前 查阅资料后 专家告诉我们 这个瀑布 就是清水河流经断崖 陡坎时 水流跌落形成的景观 专家发现 在峡谷中 几名瀑布岩壁上的岩石 十分特别 它们呈现出了凹凸不平的 层里状排列 在瀑布的左侧 形成内障的微地貌 一个土侧又挖进去的 这种地貌 它是由于岩石硬度差异形成的 徐昭雷解释说 这里的山体 本是由若干层 软硬不同的岩层堆叠形成 在经过千万年的风雨的侵蚀后 较软的岩层风化严重 而较硬的岩石 则向外凸起 形成这种 像泪条一样的地貌景观 为了准确判断 这里泪状地貌的岩石类型 考察组沿着峡谷西泽的岩壁 进行寻找 在山谷的中部 专家终于找到了 两种岩石的交汇处 它首先对较为坚硬 突出部位的岩石 进行了分析 咱们这是沙岩 咱们再敲敲一颗女岩 到下面那个去比较比较 先敲女岩 你看 一敲就别人面面了 像这个 这就是沙岩的缝墨 咱们就再敲一下沙岩 你看 它的很硬 一敲 一个白阴影 你看 据此 专家判断说 正是沙岩坚硬 而泥岩松软 两种不同硬度的岩石 差异分化后 形成了巨人骨内部的 泪状地貌 此时 考察族观察到 较为松软的泥岩的表面 似乎有些湿润 地下水的含量相对高一些 它有一系列的吸力 离些那么多 所以升进去了 所以看起来是湿的 徐昭磊进一步观察后发现 棉壁上 凡是倒悬着冰挂的位置 几乎都是这种岩石 沙岩的地下水 渗出来 碰到泥岩 挡住以后 渗出来形成的 瀑布两侧有 咱们周围四周的地面 都有高高低低 大大小小的 徐昭磊进一步解释说 清水河 在峡谷的上方流淌的过程中 不断地向周围地下渗透 成为了附近地下水的补给园 地下水沿着两种岩石之间的 裂系不断渗出 最终形成了冰挂 因此 峡谷中冰挂的来源 其实正是被沙岩和泥岩 过滤后的地下水 那么湖口地区冰挂的成因 是否也与地下水 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呢 考察组再一次回到湖口腹部 但却一时无法近距离研究 瀑布周围这些挂满冰陵的岩石 这时老乡告诉我们 瀑布旁有一个天然的洞穴 当地人称为龙洞 这个洞穴垂直向下 然后水平延伸 能够到达瀑布水帘的下方 当地人经常通过龙洞 去采集那些高大的冰挂 听说了这个消息 考察队立即进入龙洞 去一探究竟 沿壁上居然出现了潺潺的流水 专家徐昭雷说 这里出现这么多的流水 说明附近地层中 地下水资源十分丰沛 如果继续向下行进 也许还有更大的发现 果然 向下行进不一会儿 洞穴出现了水平的通道 而通道的尽头 竟然豁然开了 这里是一个向外延伸了近二十米宽的平台 站在平台之上 考察图发现 头顶的岩壁上挂着许多冰挂 冰挂上还有水滴在不断地流淌下来 专家告诉我们 这些顺着冰柱流淌的水滴 就是冰挂能够不断长大加粗的原因 那么这些水流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徐昭雷开始在周围的岩壁上 寻找水滴的来源 不多久 他在一个岩石列系中 发现了一些绿色的物质 专家判断 这些物质是一种绿藻 正因为这里常年不断地 由水流渗出 才能够生长这些绿色的藻类 那么在湖口瀑布背后的岩壁中 地下水是如何渗透出来的呢 专家继续在岩壁上寻找答案 他们这是紫红色的泥岩 上面灰色的沙岩 沙岩孔系度大透水性好 所以地下水从上面下来以后 被泥岩割水性所割住了 所以地下水就一种植液出来 专家考察后发现 原来湖口瀑布附近的岩石 与巨人谷一样 都是由沙岩与泥岩构成的 沙岩孔系度大透水性好 黄河的河水能够不断地流入沙岩之中 然而当地下水遇到泥岩之后 由于泥岩本身较为致密 孔系很小 地下水无法再继续下渗 于是就在泥岩与沙岩的交界面上 一点点渗流出来 这些渗流出的地下水 一部分逐渐冻结 就形成了一根根冰挂 湖口瀑布气势如此恢弘的冰挂群 足以说明这一带沙岩中 蕴藏着多么巨大的表层地下水储量 查阅相关水文资料后 专家发现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 几乎每年冬季 湖口一带的流量 都稳定在六百立方米每秒 然而自时附近的流量 只有大约四百立方米每秒 徐昭磊告诉我们 正是流量减少 黄河水位降低 导致沿层中地下水位的下降 而沿层中地下水储量的减少 才是冰挂群明显减少的原因所在 那么在老百姓眼里 湖口冰挂的多少 为什么能预示来年收成的好坏呢 徐昭磊也是说 黄河湖口瀑布的地形 在地质学中被称为 谷中谷地貌 它是黄河在两侧 本已形成的河谷中 遇到松软的沙岩 和地质作用形成的裂隙 再次切割 河床中的岩石 在水流作用下 经过后期的多次崩塌 形成了更深的草谷 而这种草谷 就是所谓的谷中谷 黄河的流水 一年四季不断地进入岩层之中 并且不断地向周围的岩石 土壤中浸润 然而 一旦遇到水位极低的枯水年份 黄河两岸的岩石中 含水量也会随之下降 偏低的地下水位 不仅导致了 由渗出地下水形成的冰挂 数量减少 更会直接威胁到 来年春耕时 农作物的发芽和出苗 进而导致来年庄稼的减产 正因为如此 当地百姓们才期盼着 每到冬天 能够见到冰挂遍布 甚至凝流丰河的景象 冰挂多的话 生命水量比较丰河 那对你春耕之类有好处 所以相对来说 这增加水的储量 徐昭磊进一步解释说 当地村民虽然对湖口冰挂奇观和地下水系统之间的关系 缺少全面系统的科学分析 但是他们却通过足足备备的生活经验 发现并总结了这方水土独特的自然规律 这不仅仅是民间朴素的地理认知 更是科学家展开更深入研究的依据和起点 小雪凝流大雪封河 考察组围绕着当地的这具农宴 逐渐地将湖口冰挂的秘密 一点点地解开了 其实在中国 类似这样的农宴还有很多 比如在北宋苏巡的变迁论当中说 月韵而风 楚润而雨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晚上看到月亮周围有一圈光运 那么第二天很可能就会挂大风 如果房屋地基的石头突然变得有些潮湿 那么很可能不久就会开始下雨 再比如朝霞不出门 晚霞行千里 日运三更雨 月运五十风 八月十五云遮月 正月十五雪打灯等等 这些农宴在今天看来 其实都有很宝贵的科学研究价值 他们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 也为科学家提供了更多的研究方法和课题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